第38题 当小球到达光滑钢板PQR的哪一点时速率最大 我们根据机械人手横力学人手横的观点 我们的胃能跟动能互相转换 所以呢 胃能转换的越多 变成了动能就会越大 而胃能是MGH跟高度差有关系 也就是说 他的高度如果最低 他的胃能减少的最多 他的动能就会最大 也就是说他的速度就会最大 那么看到PQR三个点当中 Q点的是在水面上 他的高度最低 他已经把所有的胃能都换成动能 因此他的动能是最大的 所以第38题问我们说 到达光滑钢板的PQR哪一点时速率最大 我们答案选的是B Q点